再来介绍的是欧拉数的展开 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欧拉数的话呢就是这个式子 当n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的话呢怎么解析它呢 我们把它展开来看一下 根据二项式定理 a加b的n次方我们怎么展开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等于 cn取0 然后的话呢前面的话呢是n次方 后面就是0次方 来我们这样写 加上cn取1 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用的是 另外一个的话呢1的任何次方都是1 所以我们那个地方1的地方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再继续写下去 cn取2 n加n分之1的2次方一直加下去 来我们来看看的话呢它展开式是什么样子 n取0的话呢它的数字值是1 n分之1的0次方它也是1 所以这个地方这数字是1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话呢 n取1我们来看一下 cn取1的话呢上面是n阶层 下面是n减1的阶层 还有一个1阶层我省略了 那这边的话呢乘上n分之1 再加上cn取2的话呢是n阶层 n减2的阶层 2阶层 然后这个地方是n分之1的平方 这样一直下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n取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limit的话 我们就直接让n取近于无限大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消掉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消掉了以后上面是n 这里是n 所以这边是1加上1再加上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的话呢我们的话呢来想一下 这个n减2的阶层跟n阶层一消掉了以后 上面是什么 我们的上面的话呢是剩下的是n乘上n减1 下面的话呢是n平方 继续做下去 根据这样子的规则 这边还有一个2 别忘了这边还有一个2阶层 那后面的话呢我可以根据这个规则写下去 这个是三阶层 这里是n的三次方 这边是n n减1 n减2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继续写下去之后 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呢是 1加1加上 n取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n平方 跟这个n 这也是n平方 所以的话呢这两个的话呢可以共同的抵消掉了 这边就变成了二阶层分之一 加上这个地方是三次方的 这边也是三次方的 系数都是1 这个地方的话当n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可以抵消掉 所以变成了三阶层分之一 一直下去四阶层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欧拉数的展开之后的一个无穷极数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